基督教掛材将会为助响应联合国SDGs应所缓点目标 也照顾台湾的六岁青年联合先行企业 共同推动青龙富裕极为 丽兰正乡将近一公斤的土地进华人26货币 希望透过推动社会传统的时间无限 让朋友青年和一项专重也够得应劳胸創业 那我们参与这个节目 青龙的培立计划也就是要在云林这片土地上面 可以做在地生根这样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芥菜总会在培育的青龙 那也希望未来可以跟着这边的这些农民这样来学习 我们之后是种那个专门在做顿饭的民 原本是花莲那边过来的 那我们来这边种植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目前也是刚从农业科技系毕业 所以也是要跟比较资深的农民 比较有经验一点的农民来做学习 重点它其实不是只有在这个民 而且重点是这些青年 他跟他的家 我们怎么帮助他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那帮助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他能够参与 他这件事情 可以变成他家将来恢复上的经济来源 这些事情的结果他可以变成是一个案子 变成一个典范 那我们可以复制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 採材机会表示 这个家委目的是希望未成龙 和经济禄税家庭提供支持 促进因经济自立临力和环境优先 不然在台湾已经有四个基地 未来也会继续增加 希望还有更多需要这些可以收回 去年的十月 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台湾启动了 那我们的第一个地方是在 那个新竹的尖石乡 用食农的方法 自然生态的方式来养这个鸡 那当然我们有复制了 第二个地方已经在南投 九美部落 第三个还有在南宇 南宇也有一个小机场 所以所做的不是芥菜总会的产业 而是芥菜总会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结合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 来让这些需要者 他拥有 他对他家里能够往下垫下的一个 往后永续的产业 既然透过秦隆部有结尾 让国家的偏向秦连欲到专重 也改变处来的经济总控 既然您方便插风报道